想用無線將舊手機資料傳去新買回來的手機有兩個條件 首先是新舊手機都已經裝了iOS 12.4 另外舊手機要同時開了Wi-Fi和藍牙 將新手機放在舊手機旁邊開著歡迎畫面 按一下新手機的按鍵 舊手機就會彈了個設定新iPhone介面出來 按一下繼續按鍵 新手機會顯示一個好像配對 EcoWatch一樣的動畫配對畫面 而舊手機就會從下彈出相機介面 將那個圓圈瞭準新手機的動畫 就會開始傳送程序 傳送程序一開始 用戶要在新手機輸入舊手機的密碼 然後就是設定judge.d或者face.d 完成設定之後就可以選擇傳送方式 你可以選擇從iPhone傳送或者從iPhone傳送 從iPhone傳送當然快點啦 最緊要是不要選擇其他選項 因為沒得回頭的 等一會就會有一堆自動更新諸如此類的設定要你選擇 選完就會正式開始傳輸舊手機的資料去新手機啦 完成傳輸後資料仍然會保留在舊手機 賣機前記得產機呀 看一下 將商過左去新手機啦 再次的資料